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伙介绍的是 之前上过咱们节目的张子富张大哥 张大哥呢是一名退休老师 一年前老伴去世之后 大哥一直想找一个不跟他要钱的 还能做饭伺候他的人 大哥的节目播出之后啊 尤其是在我们的官方短视频平台播放之后 网友们的反应老大了 大家都觉得张大哥想找个老伴 伺候他的想法不正确 对于网友们的评论呢 张大哥说他可真是冤枉死了 对此呢他本人有话要说 张大哥呀咱又第一次见面了 张子富78岁 丧偶居住地松原市长山镇 退休金5000元 住房面积80平米 这位不这都老熟人了 这学校的老熟人 欢迎欢迎欢迎 进屋请进屋 眼前的张子富张大哥 相信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都不陌生了 张大哥家住松原市长山镇老师退休 今天啊已经是第三次上我们节目相亲了 上两次相亲 张大哥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择偶要求 第一不能跟他要钱 第二得能做饭伺候他的 距离张大哥的节目播出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可是网上关于他的评论呢 还是在继续发酵 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张大哥之所以在网上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 全都是因为他在上两次相亲时 着重提出了要找个不要钱的老伴来伺候他的想法 不要钱的我就不想要钱的 你看要钱的更不好 不要钱的吧 感情深厚不是金钱万能 感情啊是无价的 建立起来感情不要钱才好呢 我找老伴 啥意思啊 就是伺候你 这个词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伺候 夫人伺候老头 中国古今天经第一 我90多岁是我不伺候他 但你90多岁你得伺候我 要不伺候那不就完了吗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正因为张大哥的这一系列观点呢 再加上他相亲时对大姐的冷漠态度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理解 对于外界对他的评价和质疑 张大哥表示啊 那都是片面的理解 尤其是争议最大的伺候这个词 张大哥本人有话要说 就是说法不同不是吗 照顾说是伺候不也行吗 那你伺候我 反过来我有能力 我也伺候你不是吗 我们老伴儿卧床一年 拉到地上躺向底下 我就高手捧 那手指不行坏了 他连鼠带尿 我就高手捧 不伺候吗 那不是伺候吗 伺候都是相辅相成的 为啥把这个伺候成了贬义了呢 伺候是互相的 你伺候我反过来 我不也伺候你吗 是不是 找个老伴儿吧 说伺候就是 我伺候我最简单的 一句话就是做饭 我跟倩倩说 我不能做饭 你看我的饭 我昨天前天儿子来了 我给他端出来 我说老四 你看爸做这个 吃三天了 土豆丝高点胡萝卜 高点瘦肉 我炒的 整不太好 吃三天了 就是吃饭困难 这还能第一次炒菜呢 有生以来第一次 就是做饭困难 不做饭困难 我都不找老伴儿 今天我做那行事吧 不管是做饭困难 老年人的孤独寂寞 人人有之这种感觉 孤独啊 孤独寂寞随受 孤独寂寞 所以吧 找个老伴儿呢 能一是陪伴 有个说话老科的 消除孤独寂寞 更主要的吧 能解决我吃饭问题 那就说白了就是啥 你现在就是缺一个啥呢 能给你做饭的 但是比如说 大姐来你家做饭了 那你是不是就能帮着大姐 比如擦擦地呀 洗洗 哎呀 拖地 我一天拖好一遍 拖地不累吗 就是理解 他歪曲那个伺候 那伺候啥呀 伺候 也不是故地保姆伺候 就是老伴儿老夫老妻 谁给谁干点啥 那这谈的什么伺候呢 你是不是 就像张大哥说的 到了他们这个岁数 心里的那种孤独寂寞感 是最难受的 上两次相亲没成功 张大哥心里这个急呀 这期间 虽然也报名了 其他的相亲节目 可是最后都没有成功 不过张大哥始终相信 一定会有懂他 理解他的那个人出现 我说 看问题角度不一样 人看问题不一样 前天我跟你说 我有一天摘鞋去 就摘鞋那边吧 跟我年龄相反一个人 瞅瞅我 你姓张吧 我说 我姓张啊 你叫张子复 我说你认识我 我瞅瞅 你被口头宰 他说我被口头宰 你也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我认识你 我你咋认识我呢 我跟网上看着你了 我跟网上看着你啊 看着你说的 非常好 非常有道理 真能赞赏吗 有识时务的 有识时务的 还别说 真让张大哥说中了 上次节目播出后 还真有一位大姐 主动打来电话说 他就相忠张大哥的 性格和观点了 红娘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张大哥之后 可把他给乐坏了 他能欣赏我 我感到很高兴 你记着 我都说了 他能欣赏我吧 这叫投缘对弈 直性的通知 幸福在后头呢 幸福满满的 你放心吧 还没等见到大姐本人呢 张大哥就已经开始期待 两人以后的幸福生活了 带着大哥的这份期待 红娘来到了 大姐家所在的吉林市 我听到大姐声 我听到大姐声了 我听到大姐 来嘛 睡不大姐 哎呀妈 一对我又 大姐 我就在这 一直在 赵慧英 75岁 离异 居住地 吉林市 退休金2700元 住房面积55平米 眼前的赵慧英 赵大姐 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没 表面上性格开软的她 其实有着很多曲折的人生经历 30多岁时因为前夫出轨离婚 她一个女人 独自把一双儿女抚养长大 可是女儿却在39岁那年 因为医疗事故 意外离世 如今儿子远在深圳 工作繁忙 赵大姐想着 干脆找个伴 省着让儿子惦记 一年前她上节目相亲时 还真遇到了一个可心的 可是最后因为金钱问题 两人还是分手了 今年75岁的她 最近愈发地觉得孤单了 说是不表演的 你赶紧找一个 有个做伴说话的 咱就找个说话唠嗑 咱用不着花的钱呢 要什么东西也不用 她没房子上这住了 她有房子上她住 就像赵大姐说的那样 都这个岁数了 什么房子啊 经济条件啊 她都不在意了 好好找个伴 相复到老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那天在电视上 看到张子复张大哥的节目后 赵大姐第一时间 就给红娘打来了电话 这个男人她相忠了 我姓她不是老师吗 个儿高 退休金多呀 她有一头啊 你一头都没有呢 五级产配啥 大姐说话太实在了 咋的咱得占一头是不是 是 那张子复大哥是占啥呢 人家第一 人家有房子 自己的楼房 第二呢 大哥是老师退休 退休金是5000块钱 对吧 就是 那其他呢 个儿 个儿 张子复大哥 脸上没那一脸巧斑 脸上皮肤也还行 你看你这皮肤也挺好 她脸上有斑我不干 那我想问问大姐 你别光看张子复大哥 有楼 有退休金 个儿也高 她节目播了之后 好多大姐给我们打电话 就觉得接受不了张大哥的 那个思想观念 她不说了吗 你得找个人给我做饭 伺候我 这事你能接受吗 伺候我就是端茶道水 说话老可 就这事做法 理解都不一样 话一道跟起来一说 就是明白 你要是那样的 天天可以洗脚也没关系 我应该找一个 我给她提满了一灯 我不给拉汉当主 赵大姐对张大哥的心意 我们是完全了解了 可是此时此刻 红娘心中却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 不知道赵大姐有没有事先考虑到 还有一点 你在吉林 她在松原 你看哦 你是在 你这个房子 是在吉林的江边 这么好的地段 但是张子复大哥家 是在松原的长山镇 我得一个热的地方就行 以后我待的地方就行 就是也不介意 只要说的有一个伴 能有你待的地方 也不介意说的 比如说 他的房子 啥的没有你的这个好 是吗 嗯 那我觉得吧 你还是上大哥家看看 行不行 对 行不行 你看看他的环境 看看这个人 很多东西都是在电视上看的 那东西只是片面的 你知道吗 你得真的见到这个人 两个人聊天 你别光看 哎呀 张子复大哥在电视上表现的 你觉得很霸气 很爷们 你就想找个这性格的 真正两个人 比如说见面了 聊天了 接触接触 看看他能不能迁就你 你能不能迁就他 还有一个就家的环境啊 你什么的 咱也得 对 我得看看 得当面看看 行不行 行 好不好 好 此时此刻的赵大姐 完全就是一种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张大哥见面的心情 那么 究竟两个人见面后 会不会擦出些火花呢 今天的相亲现场 又会发生哪些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家住吉林市的赵惠英赵大姐 在电视上看到张子妇张大哥的节目后 当天晚上就给红娘打来了电话 她觉得张大哥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自己的择偶要求 于是我们陪着赵大姐来到了张大哥家所在的松原市长山镇 这边这个 看着咋样 有点洋气啊 袁恵超是瞅个不小 看见了 你看见了 现在你是从电视上看这个节目之后 你都能认出来哪是她家的那个窗户是吗 哎呀 看大姐真是 第一条身体好就可以 别的问 那不错 身体好吧 她就能够互相依靠 互相帮助 这个大姐 什么海南啊 三亚啊 出国啊 旅游啊 爬山啊 都不是问题 哎呀 那 那是野人呢 野人呢 要是思想野 海阔天空的 这也去 那也想的 我这一生 走最远就上沈阳 我这 国庆节上我孙呢 待了一星期 看看 别说 哪也没去过 哪也没去过 我啥都会干 嗯 都我在干 啥 啥 我干啥 现在 找我 找我都不掉服装的 我什么都明白 不像一个女生 那么笨啊 或者说话不讲理 我说话很讲理 金瓜道顶 大闪一门 应该 那过去讲 讲究红装菩帝 那得迎接 迎接贵宾呢 慢点慢点 去那我给你搂着点 这快赶 赶红红娘娘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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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里穷 屋里穷了 哎呀 来 我正式介绍一下的啊 这个大哥 之前看节目了 对吧 张子复 张大哥 这个是赵慧英 赵大姐 三英战旅物 真是 三国演义上的 上次给 相中 上次有一个相中他的 叫周 哎真是 叫周书英 那个叫赵慧英 是不是 他 能够 认为我在电视台里的 那个表现 形象 好 给我 鼓励支持 认可 就这条 我没看到他 我就相中一半了 我就相中一半了 再看着人 就是另一半 就整个了 没啥区别 挺好的 哪好 个胳膊也不算一个 也行 也不是 挺大肚子 那我肯定不干 也没有 满脸也没有斑 手上我看 你也看了 我也看没有斑 这么大事就行了 挺相中的 我得行 来吧 哎呀 我得热了 把烟脱了吧 渴了 倒 倒 来 来你 这是特意准备的六样吧 来来来来 赵大姐 终于如愿地 见到了张大哥 而且见到本人后 她也觉得十分满意 张大哥这边呢 从她特意迎出门外 的动作以及见面后 对赵大姐的热情态度 一旁的红娘完全能感觉到 张大哥对今天的这个相亲对象 还是挺认可的 这多少平方啊 八十 八十 三十一厅八十 三十一厅那还有个冷藏子 那冷藏子跟能村的藏空一般大 哎呀 我 我让你欣赏欣赏 胡萝卜这都是我种的个人 那葱子都是我的 那一条子 你往里瞅 这白菜 你看看 那白菜那里头那袋子是萝卜 都是我都是我个人种的 要知道你能种 我那一楼一百平方米不卖 那地比这还大呢 那我那种你种不种啊 种啊 啊 哎呀也找着知音了 你还帮我种这点吧 他们他们帮我种原子 那就是最好的铸 铸 铸手 嗯 啥都会做话 大姐都会做话呀 我是主力 不是伺候 不像啊 嗯 我啥都会做 你拿农民的东西 你拿我以后就认识 我我我我告诉你 想想 成语那你我我我都给那个找他都不懂 夫唱夫随 这个知道吧 夫 丈夫唱 啊 媳妇就跟你随吧 就说你 丈夫说啥 那媳妇说啥 这是 那古代吧 说 啊 夫人听丈夫的 现在呢 是 现在形容啥 夫唱夫随 夫妻和睦 夫唱夫随不夫妻和睦吗 这是夫唱夫随的 你说我 我上班干活 你要你也跟他瞅着 那我也能瞎起眼吗 我帮你钢筋 我能种 他身体挺好 他挺好 挺好 他的性格吧 我看也挺大方 也挺开朗 人头心对异 比啥都 比啥都好 在一起过这儿 舒心啊 赵大姐爽快 开朗的性格 让张大哥连连直呼 这才是他要找的情头对异 夫唱夫随的伴啊 终于遇到了知音的张大哥 这画箱子打开之后啊 就合不上了 哎呀 我一生吧 就是 生活在能存 一小就在能存 一直工作在能存 这我你看过 要不是能存 人家能给 给这个证书吗 容易证书吗 在能存从事教育工作 三十年 为乡村教育发展做供证的 公司就高了 这是我的工作证 这大哥年轻的时候 这都老了 你看我年轻 张得像 我不敢说 我是猛男帅男 像呢 我现在我要个笔直啊 年轻人要有我要 之类的 那你要这么说 咱当初也是大美女啊 为他找老师 我没有文化 我没文化 你没文化吧 你起码也 你也认识你的名字 赵慧英 有的还连 连姓都不认识呢 那这么的吧 大姐既然开口了 大姐说说吧 在电视上 为啥就相忠张子 或张大哥了 相忠他倔了 相忠他倔了 相忠什么 相忠 相忠你的倔脾气了 我应该好汉 提马力道 给他拉汉当主张 对对对 千年我跟你说 我这一生就没窝囊过 哎呀 我说你 你这个评价呀 太好 太正确 你别说你没有 这个那小小不然的毛病 就有一寸这百丑 这些都免了 就你能对我 那个录像 能有这个评价 对我有这个印象 我就高兴了不得了 赵大姐的肯定 无疑是给张大哥 打了一记强心针 就在两个人聊得 正热火朝天的时候 张大哥的四儿子 听闻老父亲 正在乡亲的消息 连忙从单位 赶回了家里 你好阿姨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就怕胡搅盘缠的孩子 我我我 我这儿子都会在透露 都会在透露 这在老年这个问题 我们从不缠 我们只能支持 对支持 特别支持 是不是 听到了张大哥 儿子的表态 赵大姐就更放心了 因为工作原因 张大哥的儿子不得不先行离开了 走之前呢 他还特意叮嘱老父亲 今天的相亲 一定要好好表现 我今天我跟你说 我要相忠你 我都不问你年龄 你要相忠我 不问年龄 啥意思 就这一堵 这一块 你看我行 就行 这都又不问年龄 年龄 年龄啊 不起决定作用 起决定作用是这个人 这个人的素质 这个人的体质 各个方面 年轻好 当然年轻 我年轻好吧 我没有别的想法 跟我儿子 我都说了 爸爸找年轻 就是能多刺哄十年 二十年 这样呢 能把我刺哄死了 这又不看年龄了 那之前那些人岁数大 你数猪七十五 只要身体好 咱们在一起活 我告诉你 最低在一起活二十年 走完生命 最后这段里程 就像张大哥说的 真遇到可心的那个人 什么年龄 什么条件 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 像他和赵大姐 这个岁数了 找老伴最主要的 就是身体健康 能互相有个伴 张大哥的想法 不也正是赵大姐 一直想要的吗 说事不表演呢 你赶紧找一个 有个说伴说话的 咱就找个说话老科 咱又不知道花的钱呢 要什么东西 也不用 也感到孤独寂寞了吧 岁子大了 哎呀 你说大碗水 你就得下的 闭着灯 你也得自己动 要有老伴 他就帮你闭下灯 他去了 你说大碗水 他赶紧就到了 他不会动 咱就送他 对吧 我那玩人心都肉掌 那个心是冰冷的 都能误化了 那个蹭蹭算啥 你就真蹭我 端着饭菜了 我紧忙 我有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啥呢 饭菜拿上 我从来没有先吃一口的 你实行 你能蹭我 我相信你能蹭我 夫妻感情就这样吗 这不就是互相伺候吗 互相照顾吗 但是 我说 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老天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因为你身体不好 我身体好 你看把他伺候走了吗 张大哥抓住机会 在赵大姐面前又重申了一下 他关于伺候这个词的想法 他跟赵大姐的理解是一样的 伺候就是互相照顾的意思 而不是广大网友想象中的那样 听完张大哥的一番话 赵大姐这边就更加肯定了 自己绝对没有看错人 就欣赏了这个 有这个阳刚主气的这种 阳刚实货实货 就是实货 我说吧 他都能 没有拒绝的时候 你看就这一点上吧 难能可贵呀 难能可贵 思想都能统一 能躺在一起 你看我说人家 这才纯粹的付上付随 还没走在一起 我跟他说 我说中药吗 我能中 我能不能中 心花怒放 我都心花怒放 真 这我 常常高兴 老两口对感情 在语言上 在出事上 就应该这样 这就叫啥呀 协调 从张大哥乐得都合不拢嘴的态度上 完全能看得出来 他心里现在已经完全认可赵大姐了 看来赵大姐之前的自信 也不是没有道理呀 谁要是娶了她 那可真是掉福堆里了 没啥叫福堆里了 是 我有房子 我有双宝 再说我身体又挺好的 你啥都好 有双宝 问题一般房子 你房子给哪儿 我也不能这样住的 咱们 家就在这儿 这就是家 是不是 上这儿来啊 上这儿来我 行不行 怎么的 那家那个 十六层楼 大姐家是在 大姐家在吉林市的江边的房子 就风景特别好 长白党那块 咱上江边干啥去 这么大事 哎呀 没用 太假了吧 我告诉你啊 再好 天堂 天堂有路 我就不走 我就地狱无门自来投不成 我就给人给人入地狱 找老伴 说过句俗话 就是嫁给老伴 嫁给老头了 不这样呢 嫁给老头 你上那边来嫁啥 你看他说话 嫁哈嫁哈 我不能上你那去 你不上我那去 我不能离开这地方 那能行吗呢 你得悠和一点的 你说夏天了 上这边来溜着溜着玩一玩 都可以的 来住一个月两个月 你不能让我总在这地方玩 别去死我的嘴 那大姐 那来之前我就问过你了呀 我说两边都可以 她说不行 你家还家还 就在这儿 那我还能 家也不要了 我告诉你 倾倾 我都不是大男子主义 人家俩人结婚 不都上男的家吗 男的上女家 就倒插门来 老年婚人也是这样 我找老伴 起过老伴 起到家来 我也不一定 找那去 红娘之前一直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虽然赵大姐来之前说过 只要是热闹的地方 她就能待 可是真的来到 张大哥家所在的常山镇后 她心里还是有些失望的 那么 思想保守 拒绝到插门的张大哥 最后会为了心仪的赵大姐 转变想法吗 一心奔着张大哥而来的赵大姐 又该如何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在红娘的陪同下 赵大姐如愿地见到了张大哥 难得的是 一向挑剔的张大哥 见到赵大姐后 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总之 这两个人见面后 聊得那叫一个投缘呢 可是 当真的聊到关于以后 去哪住的问题时 赵大姐这边还是犹豫了 我想太热了 大家都干净 大家都干净啊 什么东西都是丑丑严 丑我这点什么都不丑严吗 也就 习惯称自然 我就适应着这环境 我这环境 我说80平楼也行吧 那你理解一下 那个地方也是大姐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那咋整个你说现在呀 人呐都有个难解的这个环境 难解的结儿 那你说他那点不也是一辈子吗 七十五了 故土难离 他在那里也待这么多年了 领定离开吧 也可能也舍不得 那你要是能忙把我给家种着圆子 过年个月给家 平常没啥事 说我回家待一段 那你就回去待一段去呗 是吧 那这两个家来回跑的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两头住吧 以咱们这是家 以这为主 不能说 什么是家别 以我为主 以我为主老伴吗 老伴 你是老伴啊 那我不是老伴 你不找老伴呢吗 你不找老伴呢 咱俩这么说 咱俩都抛开 是我嫁给你了 是你嫁给我了 你也嫁给我 我也嫁给你 找到你呀 我找到你是幸福的 你找到我 也是幸福满满 幸福 其乐 荣荣 那保证好 那保证好 你看看 你看看前途光不光明 究竟去哪住的这个问题 最后还是以两个人各让一步 两边都住的这个办法 暂时得到了解决 虽然不知道 以后真的相处起来 还会遇到哪些更实际的问题 可是看到一向强势的张大哥 竟然愿意为了自己做出让步 赵大姐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处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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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处看干啥呀 现在就处了 还看你 干啥 还算一二一呢 我这人们 报啥呢 就是透露爽快 如果乘在来 就是老夫妻 老伴 不乘 坐车 坐车 打马回山 打马回山 回吉林市 你江边 那风景区是什么呢 吉林市 我就不愿意说这个试试看 我带头表示 我说同意了 你也说同意了 同意还试试看看什么 就这样了 不说性格啊 什么事 性格啊 慢慢磨合 互相包容 比啥都重要 要是同意的话 你把手伸出来 打走机长 不是 等会儿咱先说 机长啥意思 机长吧 就是表示决心 机长就是表示决心 机长 那来吧 机长 这不决心吗 就决心吗 咱就定了 定婚了 来吧 咱机长 一 二 三 大哥说 机长为事 两个人机长了 就代表有了约定 轻易不能反悔了 能看出来呀 张大哥这是对赵大姐有多满意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 在相亲的第二天 大哥大姐还是分手了 因为大姐还是觉得 张大哥去吉利那边 跟他生活能更合适 可是张大哥这边 是根本不能接受倒茶门的 其实通过这次相亲呢 也让我们看到了 张大哥的另外一面 脾气这么距 甚至还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他 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之后啊 年龄不是问题了 伺候变成相互的了 就连异地也不是问题了 甚至大姐在他面前 使小性子的时候 他也是一直哄着 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 张大哥体贴细腻的一面 所以说 虽然这次他还是没有找到 那个能和他相互伺候的人 但是相信节目播出之后 一定会有更多的人 懂得欣赏张大哥的直率和可爱 那好 原来不晚 咱们明天统一时间 再见